来 准备准备 好 没问题 来 三二一 开始 妈妈 妈妈妈妈 我好想你啊 小朋友 你找谁啊 你妈妈在哪儿呢 妈 老婷儿呀 你不理会这个老婆的丁团了 你这儿子都不要了 季耀小姐 什么带到我 你就是沈婉姨的亲生母亲 不是我 难道还是你呀 季耀小姐 找我有什么事 听说婉姨已经把你的生活费给你断了 那个破烂赔钱货 成了名就网了娘了 我有件事要找你办 这些是定金 事情办成了 钱 自然少不了你的 你放心 我能办得了 小红 这是婉姨的亲生儿子 明白到时候要怎么说了吗 这 可到时候做了那个什么鉴定 人家就知道是假的了 那个亲子鉴定最快也要几天 那个时候 沈婉姨的名声早就臭了 谁还管这个孩子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的亲乖孙呀 明天带你找爸爸去 哎呦 不是妈 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孩子 你看看你儿子 那都好像什么样子了 妈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呀 这不是婉姨姐吗 这孩子 婉姨姐 你这可怎么对得起明语歌啊 你 你们 轩影后 这是你和谁的孩子呀 你的为婚夫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泡妇妻子 这和您当上以后有关系吗 小朋友 她是你妈妈吗 现在的媒体 只会造谣抹黑了吗 喂 这就是小朋友 干嘛呢 走 这不是顾总吗 顾总可真关心婉姨姐 婉姨姐 你可真幸福啊 这孩子 妈 这孩子和顾总长得倒是挺像啊 不会是 大家别在意啊 我瞎说的 开个玩笑啊 造谣的后果也承担得起吗 可不是我说的 是阿姨说的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这么小的孩子 说扔就扔啊 证据呢 你说这孩子是沈婉姨的 他就是吗 这可是沈婉姨他亲嘛 怎么会说谎呢 再说 要证据也得做心子鉴定啊 十分钟 给大家一个解释 要是检测出来 他不是沈婉姨的孩子 你这个母亲公然构陷女儿 已经构成了 诽谤罪了吗 你你忽说什么 她是我亲女儿 法律可不认你是她的谁 更何况你只是洋女 你忽说什么 哎 诶 继小姐 阿姨 你不能丢下我 我看我 我不想做了 我不想做了 阿姨 继小姐 阿姨 继小姐 那不认识你啊 现在大家清楚 谁说的是真的 谁说的是假的了吧 继小姐 你别抓我呀 谢谢啊 顾媛权 没事 你救救我 继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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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做老长 继小姐 明宇哥 明宇哥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明宇哥 肯定是沈万一 是沈万一 我有没有说过最近不要左耀 现在是公司的关键时机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 明宇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明宇哥 明宇哥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 明宇哥 你上次说的那个投资商王总 我已经找人搭上线了 他已经答应你见面了 我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发誓 绝对不会再有下次了 而且 王总还说 他有几个朋友 也对新项目很感兴趣 以后不要再给我找麻烦了 来 看镜头 好 再动一下 好的 来 再翻个姿势 来 三二一 好 好 来 看一下这段照片效果 挺好看的 谢谢啊 效果绝了 来有请姬老师定庄 明宇哥 你去试试吗 又不是我拍定庄照 明宇哥 你就试试吗 人家想看 我跟你说 但我没听你了 我没听你了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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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了 少爷 明宿不用了 我就随便逛逛 少爷 你 上一世 你们就是在这儿快活的吧 晚叶 你怎么来了 我用一下试衣间 这个试衣间坏了 我们去那间吧 我看看哪里坏了 那个 空调坏了 空调坏了 那还开着干嘛 啊 晚叶 晚叶 嗯 去那间吧 那间空调好的 试完一怎么把空调给关了 来 这个试衣间 怎么不去试衣间啊 我试了一天的衣服 好累啊 脚都走酸了 那我给你容容 谢谢啊 你怎么还不走啊 舒服吗 嗯 还行 晚叶你渴了吗 那边有水 去喝点水吧 不渴